高的黃神回復 媽媽有甲重心問題 看小的肺醫師配合特別重要 懷孕是一件很高興的事情 可是懷孕的孕期 其實每天都是擔心的 比方說擔心小朋友怎麼樣 或是擔心我的血壓 血糖什麼 可是我發現最近的媽媽 有一種狀況就是 我發現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會有甲狀腺抗進的狀況 或者是低下 對 可是那個東西就會很擔心 說如果我懷孕的話 我是不是會影響到我們的肺部 其實它那個已經是 自體免疫的病了 那現在又因為大家生產年齡越來越高 所以有些媽媽在生產前 她就這個病就發作 那有在控制的話 大概都生活品質都還異一點 那不錯啦 但沒什麼大問題 可是現在問題來就是 你懷孕的時候 那你就要跟一個市場科醫師 好好討論 控制你的甲狀腺 你太高了就要壓到正常 太低的話就要補充 那這個大概都沒什麼問題 那出生的時候 如果你在同一個地方產檢 同一個地方出生 像我們兒科醫生都會知道 那我們就會幫寶寶特別注意 為什麼 因為你的甲狀腺低下的媽媽 懷孕的時候 她就有控制嘛 會要控制很高 可是她的寶寶在出生的時候 也會有一些 短暫的低下的問題 那高 這個過高的 甲狀腺抗近的 然後寶寶也是出生之後 會有短暫的甲狀腺 這個 對… 那短暫的意思就是 以後不會有就對了 以後應該不會有 就只要我們兒科醫師 陪那個寶寶度過這段時間就好 那個跟我們新生人篩檢的甲狀腺 底下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就是擔心有些媽媽 你說剛好出去玩有沒有 或是剛好來不及職產 然後在一個不是很熟悉的醫院 那你可能就要真的要請爸爸 或身邊的家人要跟小科醫師提醒 或媽媽有在用這個藥 或是她有在控制她的甲狀腺 那要注意寶寶的這個甲狀腺 在這段時間的問題這樣子 那通常我們這已經不是什麼很嚴肅的一個 或是有很大後遺症的疾病 只要你有講 我們兒科醫師有處理 大家都沒什麼特別的問題 了解